因为贾平凹还说过 自己实在是太爱这个世界和民族了 正因为爱得太深 所以他的神经也会格外敏感 甚至于到了眼睛里 无法容纳一粒沙子的境界 哪怕生活中的一点点污秽 都会变成一种极为炽热的冷静 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泪水和忧郁 因此当他渐渐将心态变得平和 变有了第三物有利有弊 好坏兼有 这其实也是辩证法的一种思维 凡事皆有两面性 在待人和接物的过程中 绝对不能管中亏报和以偏概全 乐观的心态 往往才能收获乐观的结果 成功人士所说的 也不能当作圣旨来看 这句话放在当下也同样适用 似乎有的时候 只要你成功了 那么好像都有资格上台去说上几句 可如果你失败了 那么你就什么都不是 可人生并不是可以借鉴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非常独特 各有各的活法 也会在沿途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选择自己喜欢的并纳入囊中 其实就可以了 保持平和的心态 也是一生必修的课题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换 二者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 提到了成功和失败的关系 贾平凹便顺势写出了成功之路 失败之诗 成功和失败这一对词 也是困扰大家最多的词语 可是 有成功者就必然会出现失败者 世人都想追求成功 可谁又甘心当失败者呢 贾平凹举了月王勾剑的例子 他卧薪长胆几十年的时间 并且最终迎来了苦境甘来 打败了吴国并且一雪前耻 月王勾剑 追求成功无可厚非 可是成功的道路上 同样布满了质疑和荆棘 只有忍受一个人的孤单和寂寞 才能迎接最为灿烂的黎明 谁敢说贾平凹没有成就感 而他的写作历程 同样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从新世纪以后 贾平凹创作小说 就有了一种中国立命的使命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作家们的叙事观念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他们也都不愿再满足于 八十年代那种伤痕小说 而是秉承着新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 还原日常生活 贾平凹创作的四十年 也是极为不平凡的四十年 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种坚持是中国当代汉语写作史上 不多见的 可贾平凹最终成功了 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 并坚持了下去 这本就是难能可贵的 人生实物是对于人生的思考 人生实物的前四物 思考的内容其实都比较通俗易懂 后面六物也给了读者很多的思考空间 在第五物贾平凹提到了真与假的历练 这其实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 对于真或假的评价 也尽量不要盖棺定论 而是需要通过时间的沉淀和实践不断证明 现实中也有着太多这样的例子 在文坛上有很多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 同样也有很多下里巴人变成阳春白雪 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金字就注定会发光的 假平凹也曾提到 如果只是听之认之 从来不践行 那么树枝高格的宝贝也从来不具备真正的价值 只有践行才能够验宝 任何经过了实验检验的真理才是值得的 在追求自己认同的真理过程中 也得有度 第六物便是凡事皆有度 追寻成功的路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急功近利的人大多没有什么好结果 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最为合适的度 认真 敏锐以及追求完美向来都是人的优良品格 可若走到了极端 就会变成抑郁症患者的特征 从小都有人教育说 吃饭要吃八成饱 不过再怎么保持内心甜静 人生总是有追求的目标 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 都会为了金钱 荣誉 地位等不断奋斗 到了年老之时 才会发现简单的才是最好的 无论财富的多少 人的一生不过只是一日三餐与四季 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最终赤裸的来 赤裸的去 假平凹的第七物 也是告诉自己 人生要学会做减法 不少人都有过很深的感触 就算听过了很多的道理 也依旧过不好自己的一生 问题的来源并不是由于听了谁的道理 无论是选择阳光大道还是幽际的小路 人的一生总归会衰老 年龄不代表对错 经历再多也无法安插在别人的身上 当太多追求其实没有办法实现 变成悬挂在空中的亭台楼阁 那么减法无疑是非常明智的 已经有太多人忘记了 而时的无忧无虑 在进入了社会以后 什么都会变得格外复杂 可是真的要入土为安的时候 所有人才会突然意识到 原来钱也仅仅只是数字而已 这并不是让人不求上进 而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人生实物的第八物便是 心态好坏 至关重要 人生在世 跟漫长的历史相比 在长寿都显得非常渺小 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乐观形态 也足以让人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良好的心态 才能让人去接受各种挑战 人生并不需要去强求哪些 原本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心只要放宽了 万物皆有自己的归处 第九物 也和心态有关 名为祸福相依 莫兴荒 就算是身处逆境 也要意识到 人生经历是自己的事今时 同样也是孕育成功的摇篮 当人生平安顺遂的时候 我们同样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去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 同样的一束玫瑰 有人会看到花的下面全都是道次 也会有人看到刺的上面全部都是花 有人会埋怨命运的不公 怪罪自己的人生为何会如此倒霉 也有人会把所有经历都看作是体验 曲折越多 那么磨难就越多 人生反而更加精彩 格外丰富 那么 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是好 什么样的人生是坏 贾平凹在最后给出了答案 成功是相对的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 极少的人掌握着大量的财富 这看起来是不公平的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 似乎又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 当大官的人总会谨小慎微 挣大钱的人要八面玲珑 整日会因为什么最新的变化而寝食难安 可挣小钱的人 一家人只要是其乐融融 这难道不是成功人生的一种方式吗 特别是到了贾平凹的那个年纪 对于成功和失败的相对定义 就体悟得更加透彻了 再者说 无论任何人 明天都有可能一无所有 穷人家里多才子 富人家中也多败虫 就算是在为穷困潦倒的人 他都有勾画自己未来蓝图的权利 贾平凹的作品 都融合了很多自己的思考 并且凝聚在笔中 他笔下的人物 大多带着一种自序传的色彩 他在生活的风暴当中独行 也远离了人群 仿佛一只孤独的野兽 去寻找自己的路 按照他文章的思想 就算他的人生感悟 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启迪 可这些也绝对不是教科书意义的 每个人还是要去寻找自己的路